都是还比较高的一些分数 因为比较稳定 没错 进点有 这是XCG没想到 XCG的车已经架好了枪线 对XCG的指挥也是贼味很重 12月 Jacky打了一个能顶住吗 Jacky在进点尽量的 在给我后点的队友拖时间 把东西赶紧救一下 KID已经被补掉了 流血身亡 XC主要是两个人没车也太尴尬了 跑过来黄彩都凉了 被发现了 尴尬 只是有老六最懂老六 Forgan在外直接架至12月的完美动线 你是谁 转头给Jacky打了 但是坦克这个时候补枪没问题 这颗闪很关键 闪了很久的时间 Forgan还是有求生欲的 还是要被补 再吃闪 这个拖拉机好像没办法了 因为漏的缝隙比较大 再拉出来 想打一波主动 但对方人已经全部到位 这一波ACG还是收获到了理想的结果 不过代价还是有点惨重的 想怎么玩怎么玩 嗯 集结人员之后的话 是对这个大方发起进攻 龙斯科正面直接秒掉了乌西滴西 这直接是顺杀 自己还是满血 小左卫 多子弹 排点很细 队友在跟 先补分 车上盖脚步很细 这波 把洛斯科直接野护到了近点 男生也没开 两个人同时出枪 但是侧翼的马东西是把Monster连打逮捕了 我们意念合一 两个人同时转头 是的 两个人都没排这个点 其实稍微要等一下的 先放一个人过去的吧 再打 林强这边也是1897 解决掉的花神 CDG依旧是满边 主要是像这种乱战 都在进行 这个绕圈 DDT是选择大绕 柏梁这边出了个小车祸 还行吧 屁股后面没人能救 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在车上开蚁的时候 林树是把豆子打倒了 贴连蚁鼻子 这个确实很激情 他想停下来 队友还在屁股后面自己被捕了 得看崔少了 小唐 本来想过去蚁的 结果撞了一下 被迫逼停 黑猫切座位拉过来血量 它是个残血 被小唐直接打掉了 而且他下来之后好像还没找到人 另一边 Forever躲着当老六 Surprise 这是真没想到 看了这个防御看了很久 结果永远埋在里面 所以他们的战术目的应该会特别的明确 但是出现意外了 白了马远点是把牙匹击倒 但是从位置上来看好像是 TMA这边还是要动手 就在圈边给你决一胜负 小海这一波没顶住 95K 侧翼放到了12 哇 这个有点难啊 救救兄弟 不太好救拉 对方的雷好多 95K那还有两颗雷 要出事了 因为大家状态都不是很好 是的 抵波抵波 95K用雷一直在盖子的脚步 往抵波拉 TMA的选手要在犹豫打药 和正面顶之间做出选择 TMA要再倒一个 牙匹也被淘汰 转瞬之间被悟空给全部清理完了 这是第一反应 我是觉得TMA可以去拿那个大伤 但是TMA没去 他想要打得更加的激进一点 而且最后剩的那两个人的沟通 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歧 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往前顶 另外一个人在半破打药 同时集合药直接打防驱了 他们战术意图非常的明显 就想在面前这一队打完完事 但是落地就倒两个 没错 瞬间三个人被全部淘汰 主要是你这个防驱撞击的角度太难了 我感觉就是一旦想枪的话 这很慌 来了 直接开椅 你要这边直接是悬这边得手 不给机会 你要被打成了大惨 拼一下车 是的 接听点了 是的 今天95k的状态也还是很不错的 是的 弗兰也和95k 白龙这边也得手 林甲这个过点被抓得死死的 迪迪现在都在互相支援的这个路上 而且 伯良这个翻窗 这么口给放倒了 但是也吃了一下蓝圈的伤害 对方出了一下压力不大 弗兰也是趴在了外面 现在95k不敢往里进 要不打主动一点吧 有点痛啊 听弟弟这个小的角度 免得将对方放倒 但是好像打要的时间够吗 不太够了白龙马 拖死了 拖死了 这边就看尊严之战 护肥了这边 悟空这边拿下了胜利 嗯 敌提今天结束之后的分数 矮波正面 这个山奥奥 Tye不太好 再往里进了 但是蓝圈就在自己的屁股后面 阿伟被远点张大哲放倒 Forever近点把捷宝打了 怎么办 Tye也知道Forever倒人了 这个时候不是顶吗 打得有点被动 Forever被手里炸回来了 对方稍微冷静了一下 两边的位置 都是在蓝白之间不再圈的 嗯 Tye没得选 他只能冷静 啊 这什么情况 滴滴气偷了RBS一个 哦 能救能救 Spaceman只有一个人在这 受Forever的手雷轰炸 而且不光是Forever的 Tye那边也在扔雷 都在炸这个坑 但是玄子一颗手里 反把小鹿炸倒了 但是这颗Tye的雷扔过来 SF知道大事不妙 坏了被击倒 哎呦这个坡拉不上去吧 有点难啊 而另一侧鱼人是吧 Spaceman再次放倒了 这是二倒 Spaceman不太好救了 主要扔了很多东西往S很大 嗯六拳合了 95k 感觉是mode了 现在F2只能依靠电的枪线去限制 左边的蓝白之间 因为屁股我们还有个CDG 那对 CDG不动的话 F2是没法动的 而且F2目前这圈形有一个边角 是在圈内 也不用着急 小萱被张哲给打掉了 你应该不会再出来一个毒狼吧 康康 康康怎么说 是的 另一侧右下角 DTT是反身拉回来去防守CDG 动手了 95k 还有一个 这个位置pick很好 我打了两个95k 很关键 有震爆弹 对方也不太敢出来 TY1要被打懵了 赶 来嘛 来嘛 这把分数拿够了 就肯定是揪不起来的 是的 但是被忘了再给了一分 SMS扛过了很多雷之后 没扛住圈 圈动 SMS必须得走 是的 本来以为 TY1 没了 自己有机会转移出来 但确实还保了个Neo 只不过这个位置实在有点太差 赖以生存车没了 现在对于FM来说 南边就暂时不用管了 看北边了 北边刚才 而且东边也是 DT刚才是成功团灭了CTG 为自己争取到了一部分的空间 但是这波过点RBS是成功拿捏 小头皮 阿泽是连续暴击 小头皮放到两人 119真的没有那么小心 这波给大家很多机会 这个颇抖 是的 信息可能也只能吃到北边和东边 那基本上已经够了 绝带圈其实只有北边和东边有队伍 是的 小路在看 小路其实还好有这个反鞋 这个大麦田FTA不至于平地干拉过来 主要的还是在对枪过程当中不要倒 常常还是人私肢队伍 是的 风光荣布现在在看打RBS这边 小虎应该是看到或者听到了一些车声 一个动静 来了 假枪 鱼人远点放到龙东拳 直接贴近点 永远 哎呀 这个跳球位置只好给了小虎一个背身 我感觉甚至不知道小虎在这里 这个点之前队友应该是报了很多次了吧 还是说小虎一直没漏 啊 就这个土牢被偷了 我一锁子摁到底一点机会不给啊 嗯 龙哥又拿了五个头 小虎燃烧瓶锁定的是另外一边的小路 而且最后是腰射把小路给击倒了 RBS还能救 这把吃击率还是比较高的 嗯 对于RBS来讲 他们处理起来 女人有个小掩体 这个位置可以peak的 是的 啊 没问题了 四打一 另一边的话 三个人直接顶就好了 因为前面之前龙斯哥在这个点出过枪 位置已经被暴露出来 嗯 龙斯哥想换个地方慢慢操作 但是时间不等人啊 少背 少背 哎呀 龙斯哥这个距离还能反打 恭喜RBS 在今天最会场当中 九个